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身体是一艘船 心思是船檐 身体这艘船 受船檐使唤 一直都在漂流途中 天以为葬 海坡为床 黑潮流动 一辈子好像每几件事 足以比拟此刻的骆驼 当我满满的胸怀 我想要对人表达 我习惯用文字 我一直觉得自己讲话结巴 一直没有办法把自己 心里面所有的话都把它讲得干净 都把它讲出来 所以我从小就比较习惯用文字在做表达 每次海洋伯在船上对我说 起来去啊 我就知道可以收拾准备回航了 海洋是个没有门的领域 他开场着任陶海人来来去去 海洋伯老师嘲讽着骂道 是不是想当一条鱼 有时我真的感觉自己是一尾上网的鱼 我这一趟行程里面我所看见的 试着用文字把它们给写下来 并不是想成为作家的 只是一种表达 自然而然写多了之后 就有机会发表 发表之后没有想到被录用了 或者出版了等等这一些 自然而然的就走向了作家这一条路 有点涌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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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各位接近海洋的同时 请再提醒各位专路来讲 专路来讲 专路来讲 换气 换气 然后又能够潜向水面一段时间 飞旋海豚 生活于热带 云暖 温带 它的背面是暗核色 侧面呈现灰核色 覆面则是白色或粉红色的明显三层体色 它身长最大可长到2.1公尺 体重最重可达75公斤 长跳要出水面并在空中转体 是台湾最常见的海豚之一 花蓮的金屯发现地 竟然高达92.4% 那是不得了的资源量 很多赏金山海土的国家 也都没有我们这样的资源 所以心里面就想 台湾一直不亲近海 所以如果有一艘船能够带着 不亲近海洋的我们 被这种海洋动物民心吸引 而愿意踏上甲板 愿意航行出海 也许台湾向海走出去 最困难的一步就这样子踏出去 哇 哥哥 好不知喔 真的 这是这群家的海豚 哇 好多喔 哥哥 你姐姐 好不知喔 好不知 各位今天到海上去看到的 这些鲸豚 我想小朋友最明显的 自然而然都画出欢呼 发出尖叫声 那个都是一种由衷出来的感受跟感动 海洋文学跟其他的文学最大不一样的是 因为它跟陆地是截然不同的世界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有海洋经验 我们不是在陆地上看海 我们是在海水里面 是在海上面来形容海洋 来书写海洋 那就会带着动感 带着临场感 我们船只持续地靠近岸岩 靠近岸岩 一直要航行到清水大山 底下的两片道断崖 清水断崖 位于苏华公路和平治崇德之间 是受到菲律宾板块与欧亚大陆板块 持续碰撞挤压抬上而成的断层海崖 全长越21公里 高度均在800公尺以上 是台湾著名的特殊地形景观之一 各位 把握这个机会 跟花莲的守护城和造反 异乡的游质来说 它是一个家的代表 代表着花莲 独一无二的我的家 清水断崖花莲到了 我看着浪像山一样的涌过来 荒滑贴着海面 缓缓攀上去 和郭王搭船的感受非常不同 很多时候真的是坐下来 世界就会放大 金屯的眼神神秘 深奥 我曾经从他们的眼里 看到了粗言 仇恶 或真至和善的笑 海上茫茫 何况海面下 无底深邃 忽然间 我觉得迷惘 也许在他们眼里 我们才是迷途的羔羊 最好的方式就是 直接去接触跟认识 像早上我们在船上的过程 我想这些小朋友以后 不用跟他说海盾需要保护 他们一定都知道 海盾就像我的朋友一样 我的朋友有没有吃饱 我的朋友有没有受到哪一些迫害 那个就是最直接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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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